歡迎收看尹雄老師 佩妮教數學 那我們這一集要來看一些指數去進行的運算 那就是說新課綱的分法呢 因為它才剛上路而已 所以其實到底像這樣子的內容 會不會出現在第一冊第一章 就是第一冊的指數的知識裡面 其實大家都還不是很肯定 那由於因為學測最後都是混在一起考 所以大部分的教材好像都還是會放一下 那就變成說老師們在使用教材的時候 即便他心裡想的是說 沒有我第一次沒有要教這一些 但是教材上有啊 那學生就會問嘛 比如說別的老師或補習班就會教啊 那老師就會覺得說這樣就被比下去了 那所以他就也有可能會教 反過來說也是一樣 即便補習班老師或佳佳老師覺得說 這個好像不算第一冊的內容吧 但是學校老師要是教了呢 那好吧我們來教一下 所以我還是會把這一單元 這一集放成這個高一試用 但是也許你會發現你們老師沒有教這一些的話 那希望你可以理解就是說 這就是新課綱一直改的結果 那我沒有意思要批評新課綱啦 來 在這裡呢 這樣子的一個問題他問你X是多少 首先要捕捉到第一件事情就是 如果 2的負X次我們叫他A的話 4的負X次其實是A平方喔 因為他是2的平方的負X次 那我們前面講過了 這樣就會等於是2的負X次的平方 所以4的負X次是A平方 然後 然後 切齁切齁 這裡齁 2的1-X次 我們把前面負X一起寫了好了 但是我們看後面就好 1-X次其實是2的一次 乘上2的負X次 這樣是不是透過指數率就會合併起來 所以你學指數率的時候 不要只會把它合併起來 你要懂得拆開來可以這樣拆 OK 那於是你就會發現說 其實這個就是A嘛 這個就是A嘛 然後這裡可以合併起來 變成是-6A 所以原式 就會是 A平方-6A加8等於0 可以嗎 那你就可以用這個音式分解 拆掉 所以就是A-2 A-4等於0 可以嗎 那你會發現我擠在右側 因為 左側我們來寫一下 如果我不要設這個A 如果我不要設這個A 那我會寫成什麼樣子 但是我心裡知道 就是說這個東西是它的平方 所以我會寫2的負X次的平方 減掉 那一樣 把這個變成 3乘以2 乘以2的負X次 加8等於0 對不對 那如果 要省行數的話 就是我們在這裡一步就寫成-6 可以嗎 所以我們心裡知道這是一個2的負X次 的1元2次的問題 所以它是2的負X次-2 2的負X次-4等於0 所以2的負X次就會等於2或4 你如果做到這裡 你一樣要換到 接下來你一樣要換到這一行 然後再往下寫這樣 那我不是要說 這個就是說 不設比較厲害這樣 設感覺有點遜這樣子 沒有啦不會啦 其實能夠流暢的做出來 就是最重要的 但是就是說 如果你可以不要設的話 反正我們現在不是考試 訓練自己這樣子去看的能力 那因為 你這裡有辦法這樣子去看的話 你遇到一個新問題 你要能夠去拆解它 去發現說這題要怎麼做 你比較容易發現 你比較容易觀察出來 另外就是說 有的題目比較難 它如果設下去之後 反而一些特色會消失 會不容易觀察 所以我們來看這邊 這個 所以說啊 2的幾次是2啊 一次嘛 所以負X就是1或 2的兩次是4 X是負1或負2 這是這一題啦 可以嗎 下面這個 下面這個 那一樣就是說 你會發現2跟3乘起來是6 所以你也可以設位之數 也可以不設位之數 那你可以按一下 按個暫停自己想一下 你要怎麼寫 那我在這裡給一個提示 就是說它其實是有兩個 如果你要設位之數的話 你要設兩個 設兩個 一個是2的 一個是3的 然後這個就會是2的X4乘3的X4 可以嗎? 所以它在這邊會拆解成4 那我們在做音式分解的時候 兩個括號 前面會去乘對面那個的後面 所以2要乘到的3在後面這個括號裡 反而是3乘到的這個-4 在2的這個括號裡 可以嗎? 那如果我寫這樣子就會讓你覺得有一點點困惑 說什麼? 什麼? 那就來設吧 設 2的X4等於A 3的X4等於B 那麼原式就會變成 這個就是它們兩個相乘 所以就是AB-4B加3A-12等於0 可以嗎? 那這樣一來的話呢 它就會拆成這個 A-4和B加3 好那你乘回去 你就會發現AB-3A-4B 有沒有 -12 注意一下 我們在做這個分解的時候 不見得每一次常數都會剛好分完 如果常數沒有分完的話 它就會留下來到 就是移到對面當常數項 那通常這種題目如果這樣子的話 就是會要進行 它會跟你說A跟B線整數 然後進行整數的討論 那在這一題它是剛好分完了 所以它可以直接解出這個答案 於是怎麼樣呢? 2的X4會等於4 或者 因為我們這個兩個括號乘起來等於0 這個等於0 或 這個等於0 3的X4等於-3 那這樣子的話 X4不等於2 這裡是不合 因為3的X4沒有辦法變-3 所以答案就是X等於2 可以嗎? 然後我們來看這一題 如果X加Y等於3的話 求2的X4加2的Y次的最小值 你可以按暫停想一下 那這一題放在高1上 就是 接在第一章後面學習 是正好的 為什麼呢? 因為它其實是 算幾不等4 那因為2的X4乘2的Y次就是 2的X加Y次 那也就是 因為X加Y等於3嘛 所以是 所以是 更號8 2的X次 加2的Y次 會等於 2更號2乘2是4更號2 所以當左一半等於右一半 都等於這個的一半是2更號2 10 也就是怎麼樣 這樣 那因為2更號2是2的幾次 請問 你如果沒有答出來的話 那2更號2是更號8 更號8是2的幾次 這個我們在前面練習過了 它是2的2分之3次 這個3是讓它2變成8的 2分之是開更號的 對不對 所以說X等於Y 是2分之3 圍 其 最小值 可以嗎 然後我們來看這一題 這一題也是幾乎大部分的教材上都會有 那它也挺不錯的 說如果 A的2X次等於3的話 求這個 你可以按個暫停自己想一下 一種做法是 如果A的2X次等於3的話 兩邊一起開更號 我就會有A的X次等於根號3 帶進來 所以原式就會變成是 在分子的地方是 根號3加上 那這個A的-X次呢 就導數 A的X次的-一次 所以是 根號3加上 根號3分之1 可以嗎 那下面這裡是 這個的3次 所以是 根號27 或者說3根號3 然後這個是它的-5次 那-5次的話會是 根號243 其中可以提出81 到外面變9 所以它是 這個9 根號3 那因為有一個負號 所以分之1 那接下來就是去計算 那該怎麼通分就怎麼通分 你這個數 整數要搬到分子上去 就是要乘分母 對不對 2加上3分之1的話 那24千乘3變6 變3分之7 所以說這個乘分母 那變成93 27之外還會 根號3乘根號3 還有一個3 所以它變成81 然後所以是 不好意思 這裡有一個- 這是一個-號 所以你下面會維持是9 根號3 但是上面會變成81-1 然後同樣道理 分子的部分 這個放到分子就是去乘分母 所以根號3乘根號3是3 加1 然後3 根號3 這樣 然後再進行一個這個分子的 分母的分母就是分子 所以這兩個再分子 這兩個再分母 所以它會等於 這個算出來是80 乘上3根號3 然後這兩個 這是4 4乘上9根號3 好 就會等於 這一題的另外一個做法 就是說我們會覺得 為什麼你要開這個根號呢 因為 我這裡都是A的基數次 它都沒有出現這個2X次的嘛 對不對 它都是基數給X次的嘛 那所以變成說我們剛剛解這一題的時候 一定要先開這個根號 才可以開始帶 對不對 如果我想要把它變偶數次呢 其實可以啊 因為你分子分母同乘一個東西 它的值不會變 所以方法2 A的X次 所以這樣子這個式子就會變成是 A的X次再乘一個X次是A的2X次 然後A的-X次乘以A的X次會相消喔 然後A的3X次再乘一個X次是4X次 -5X次再乘一個X次是-4X次 這裡還是- 可以嗎 那於是就可以把剛才的這個數值帶進來 3加14 然後這是 3的平方9-1 可以嗎 把它做通分 9分之 81-1是80 我們剛剛這裡寫錯了 我發現 我剛才寫到這一行的時候 分母多寫了一個3 這裡其實只有根號3可以跟他約而已 那他約完應該是9 所以這題的答案是9分之20 可以嗎 那我們這行課上到這裡 V-2 -3 -4 -5 5 -6 -6